根據那個題目的敘述 他說要增加一個垂直文字新年快樂 這個把字打上去 然後他有幾個要求 就是字型一定要是標排題 然後字大小20 水平縮放是90 兼具440 然後顏色的話就是這三個RGB 253 2080 OK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要找到垂直文字 垂直文字在哪裡?請各位看一下 由上往下這邊就有文字 T以後你們看到T 那就是文字 不過文字這邊有一個小小的三角形 按住不要放 他總共有提供四種文字工具 要的是垂直 如果你要打字是垂直 請記得一定要選擇第二個 如果你要打橫的話就水平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要是垂直的 記得1選垂直 接下來他要設定什麼? 標排題 然後還有字的顏色、字大小 那這個地方怎麼設定? 首先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就會出現它的相關的面板在這裡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可以設定字型 大小可以 但是好像還有別的設定 哪些設定? 好像它還有其他的什麼? 這個縮放 還有間距 還有顏色 顏色好像可以設定 可是有一些功能好像沒有出現 所以將來如果說 假設在上面的工具列沒出現的話 請你找到每個工具列最右邊 它其實這個地方會變成整個完整的一個功能 都在這個面板 這個像面板 點下去 也就是說 上面這個工具列其實是 給的是比較精簡的一些功能 那比較詳細的功能都在這邊 那其中的話 你看標排題這邊也有 所以第一個選擇標排題 你就把字型的部分找到標排題 第二個的話呢 要大小在這裡 第二個就大小 把20輸入上去 第三個的話呢 要什麼? 它的水平縮放 水平縮放在下方這個 記得哦 不要選錯 在這個水平縮放90 所以一、二、三 那最後還有一個什麼呢? 它的間距 叫什麼? 垂直的間距吧 我記得哦 這個 就是字跟字的間距多少 如果假設你沒設定的話 新年快樂會黏在一起 可是如果你希望它開一點的話 就把它440輸入到這裡 440 OK 那其他的話就色彩 顏色部分點這邊一下 然後分別輸入253 208 跟0 因為剛剛我已經預先輸入了 因為這個常常要記這個數字 真的是要考驗你的記憶力的 那輸入上去之後的話 有一個類似叫金黃色的顏色 OK 所以哦 我是覺得常常同學 比較容易有問題是找不到功能 這個垂直有沒有 然後記得哦 就直接往上找到這個 這個面板 這有點要隱藏功能 打開之後的話呢 1 2 3 4 5個地方 這個 只要你找得到 應該都可以把那個字給打上去 OK 五個地方哦 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地方再點一下這個新年 這把字 點一下就開始打字了 一定會變成垂直的字 所以把新年快樂幾個字打下來 那沒關係啊 你就可以哦 再用移動工具 針對呢 你現在這個圖層哦 OK 有沒有發現 它又至現在的話呢 會換在最上面這個圖層 有沒有 上面會顯示新年快樂四個字 就是這個圖層 如果要讓它往右邊一點的話 那你不然用滑鼠先移看看好了 不過有時候滑鼠真的 有時候移動都移很多 所以如果你要移細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用那個鍵盤 稍微敲幾下吧 有沒有 這樣好像比較準的 再右邊一點點 好像就已經很 感覺蠻精準的 不過啦 我發現這個題目給的 這個字我看一下 跟它最後得到的結果一不一樣 好像還是偏上面一點 可是它的字都蠻準的耶 有沒有 可是我好像我怎麼樣調 都沒辦法調到正中央 後來我試一下 好像是這個 這個間距好像跟它 不曉得是版本的關係 這個如果設在500左右 本來是那個間距是440 改成500好像 500好像就差不多 我覺得500好像比較剛好 有沒有 所以 所以 這個不曉得是版本的關係 還是怎麼樣 所以將來 如果考試你就設定它要求 可是如果是你自己 要做的話 你乾脆就把這個間距 再調大 如果不夠大的話 也可以調 不過調 600 600 ENTER 不過600 你會發現 哇 好像都太大了 那550 550 也太大了 反正就慢慢調一下 這個數字是可以 慢慢再去調整 讓它變 考試是440 我們用考試時候的數據 OK 這樣的話 基本上 這一題 就完成了 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就是 把102這一題 就完工了 最後的話 我看一下還有沒有題目要求 所以你會看考試 其實就是按照上面 只要你看得懂功能 基本上都做得出來 最後的話 就把它另存新檔 另存 另存 新檔 老師為什麼我把它存成PSD之後 我直接點兩下 它會變成沒辦法開啟 或者是說用另外一個程式開 可以講 因為PSD 你電腦預設是沒辦法開的 因為電腦裡面 除了Photoshop以外 沒辦法去直接開啟PSD 除非你有安裝可以開啟PSD的檔案格式 所以我建議 應該是最後我們折中一下 所以請各位存兩個檔案 一個是 副檔名是PSD 另外乾脆存一個JPEG算 JPEG的話就比較沒問題 所以喔 另存新檔 第一個請你格式 先存Photoshop內建的格式PSD 另外的話 存一個普遍大家可以開的 叫JPEG 它的副檔名就是JPEG 所以請你把JPEG 這個把它存檔 那如果假設你存這個 有個缺點 就是它會壓縮 然後檔案會失真 並且圖層也會失敗 OK 所以圖層假設呢 你需要保留 一定要記得 一定要存成PSD 不然的話呢 但是JPEG有好處 有沒有 存的時候直接點兩下 打開就可以看了 因為任何電腦都可以開JPEG 那為了方便 因為我們兩個都存 所以今天的練習 請各位存兩個格式 一個格式的話 就是J 另存有沒有 這邊另存 第一個是存PSD 第二個是存JPEG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有陣子 謝謝 我是來不說